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现在开始进行110年10月11日 上午8点40分 远规台风海上台风警报记者会直播 以及媒体线上采访 为我们说明的是谢佩云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年第18号远规台风 它的外围环流 已经逐渐为我们的北部及东半部地区 带来风雨 预计今明两天是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虽然发布的是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远规台风对我们的陆地 也会带来明显的风跟雨 我们首先来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 今天早上8点 远规台风位在台湾的东南方 大约520公里的海面上 在过去一段时间 由于它的结构有比较组织起来 所以强度有略为增强 暴风半径也略为扩大到200公里 而预计未来台风会持续潮汐移动 逐渐进入巴士海峡 因此气象局也持续针对 巴士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请在这个区域活动的船只 要严加的戒备 那我们可以注意到 虽然台风的中心本身离台湾有段距离 可是台风它的外围环流相当的宽广 因此持续为我们的北部东半部地区 已经开始带来一阵一阵的风雨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随着台风外围环流的接近 在迎风面的北部以及宜花地区 已经有一阵一阵明显的雨势出现 而接下来预计下半天到明天 随着风向逐渐转为偏东风 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降雨都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越晚 北部东半部下雨的时间会越来越密集 雨势也会越来越大 因此我们从电量降水预报上来看 这是今天中午之前的降雨 这是到了今天的下午 今天的晚间 甚至一直到明天的清晨 可以看到整个明显的降雨 都会集中在 主要在东半部地区 那其次在北部 以及屏东恒春半岛 也都有明显的雨势出现 在这些地方的雨势 都容易来到大雨或豪雨的等级 其中尤其在宜兰花莲地区 以及北部的山区 甚至可能出现局部 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我们要提醒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朋友 尤其是在山区 或者是一些比较脆弱的地段 像苏花公路 如果要行经这些地区的话 要特别留意 摊坊或落石的现象 不过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因为整个风场是比较 东北到偏东风 所以在背风面的西半部地区 降雨的情况反而不会太明显 我们预计今天在中南部地区 天气大致是以多云为主 偶尔会有零星的飘雨 但是要特别留意 因为受到沉降气流的影响 中南部地区反而会比较炎热 尤其是在南头 以及彰化道台南 还有金门地区 可能会出现局部 36度以上的高温 也提醒中南部地区的朋友留意 而除了降雨之外 我们也来关注这个台风的 风跟浪的影响 我们从风的预测图上可以看到 台风本身的位置虽然比较南边 但是由于它的整个环流 非常的宽广 所以在台湾附近 带来的风势会越来越强 图上比较淘红色 粉红色的部分 就是强风的区域 我们要提醒台湾各地的朋友 今天都有可能出现 强震风的现象 尤其是在台南以北 东半部 恒春半岛 以及各离岛的沿海空旺地区 今天可能会出现 9到12级的强震风 尤其在南雨 目前是已经观测到了 14级的强震风 而除了风之外 浪也是越来越大的 过去几个小时的观测上 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已经出现3到5米的大浪 而在台湾海峡这一侧 中部以及澎湖附近的海面 也有2至3米的大浪 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今天虽然是假日 但如果非必要的话 请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气象局要提醒大家 今天到明天 台风的影响是最明显的 尤其在今天的下半天 到明天的上午这段时间 台风对我们带来的 风势跟雨势将达到高峰期 由于今天适逢收假日 我们也要提醒 有交通需求的朋友 在上路之前要先查询 交通用路相关资讯 如果必须在雨中行车的话 也一定要注意路况小心安全 以上就是这节台风的最新说明 这节直播记者会到此结束 预计下一次的记者会 是在今天的11点40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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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